这处位于基隆巴豆子渔港旁的中油油槽后方空地 将成为海水氮化设施设置地点 由于基隆水情持续紧绷 在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令加快速度下 基隆市长牛昌证实 海水氮化设施确定从新竹迁移到基隆设置 这两天将开始动工组装 预计40天后就可以陆续供水 总统跟院长一直非常关心基隆的水情 在这个礼拜之前我们本来期待是有两波的降雨 不过降雨的封面一直没有进来 现在所以院长也指示水利署经营部加速海淡厂的设置 我接收到最新的讯息是 自来水公司已经在昨天完成签约 应该是在今天最晚是明天 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备料 最快的话是今天或者明天会进场来施作 开工之后40天就可以达到每天2000吨的一个供水 开工之后50天可以达到每天7000吨的一个供水 开工之后70天可以达到每天9000吨的一个供水 那海淡厂这是以印这个不时之需 如果持续一直都没有降雨的话 那海淡厂就可以发挥它应急的一个功能 那今天当然就是气象上面有一个好消息 这个台风往东南 往西南的方向来做偏转 那有可能靠近这个台湾的一个北部 那我早上在事务会议的时候 气象团队也做了预报 从这个礼拜的下半周开始 连续有三天 基隆市降雨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雨势也不小 那也不止包括基隆 包括双溪跟共寮地区都可能有 能够达到超过100mm的这个雨量 所以如果这个台风能够依照这个预报 能够进来这个北部地区的周边的海域的话 我想对于我们解除旱象 应该会很有帮助 另外由于气象单位预估过几天台风 清台几率大增 有机会在东北部带来丰沛雨量 因此零游昌也宣布 原定9月3号起将实施的非民生用水限制措施 确定暂缓实施 因为一直关注水情的关系 我们在之前也曾经讨论过 这个其实从昨天 本来我们也要对游泳池来采取 这个停用的这个措施 不过因为有新的气象预报的资料进来 因为台风已经非常高几率的 会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那在这个礼拜的下半礼拜 应该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一个降雨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们暂时不需要去针对游泳池 或者其他非民生用水的部分 来进行这个强制管制的一个措施 我们会试这一波降雨之后 整个这个水情的情形 在滚动式的一个检讨 那在能够确保民众攻血无余的一个前提之下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调配 牛昌表示以往年经验 9月起东北季风逐渐增强后 金融市就会慢慢进入雨季 缺水问题渴望获得舒缓 不过气象瞬息万变 牛昌还是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 才能安然度过缺水难关 记者张旗潘 金融报道